那么呢我现在呢 根据我搜集的情况 那么最乐观的谈这个 疫情的情况呢我认为是 这个中南三 中南三 这个28号 他是怎么说呢 这个我想呢应该在 一周或者十天左右这个疫情 达到高峰啊就不会 大规模的增加了那也就是说你说 那个V字型的高峰高点已经到了 那么他说大概 十天左右达到那个高点 然后就是往下走了啊这是他说的 那么呢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最厉害的啊就是世界 卫生组织啊你假如 把中国宣布为疫区 那么已经有人 说过了如果这么干的话中国经济 要倒退20年 这是有人做这样一个大胆的 一个判断啊那么第三种 那就是说呢啊就是这个 哈佛大学的专家和这个英国的这个隆东呢帝国大学的这些专家啊 他们说这个一数字呢要达到3万到20万啊 这个呢数字呢到2月4号再扩大 感染的人数呢会也会达到20万 这是哈佛大学和 帝国大学的这个专家的这种预估 那么这个达到20万的这个规模的话 陈友荣用你的模型来算应该在什么时候啊 可以算出一个时间 所以说根据这几个呢 这三个层次的啊 就是一个20万的规模 一个是10天的规模 再就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 一旦把中国列入这个预区的这种三种的规模的考虑 那么你这个假设是基于哪一个规模 我现在不是根据他们用数据模型推算 我就是看的这个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 按他每天的增长率 用相同的增长率来外推的 OK 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比方讲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到28号24点 新增这个当天新增确诊病例是1459 那么累计到28号24点是5974 当天增长率一天增长32% 那么你乘一下就知道了 按照这个速度 再有两天就差不多该到上万 那么上万了以后 如果每天还是30% 那么两到三天又翻一翻 就到两万 所以基数越大 增长率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数字翻上去是很容易的 可能一个星期就翻好几万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按现在这个增长率说明 疫情的扩散还在继续 而且是范围越来越大 那么我呢 这个不去用那个数据模型 做这样的东西了 没有太大意 因为那也是假设 根据你的假设 对 我现在干脆就拿着国家卫 这个卫健委每天公布的数据 盯着他看 看他增长多少 这是个比较现实 我分析的不是未来是过去 以他的数字为基础 这样也减少争议性 当然可以减少 但是也有人跟你争议 但是是你的一个角度 对也就是说你每天 我就看他每天 当天增长多少 如果哪一天增长率 小于10%了 我就会稍微有点乐观了 但现在增长率 还在30%以上的情况下 我没法乐观的起来 所以我只能按照这个 假设说这个比率不下降 因为我没有任何根据说 这比率一定下降 那钟南山也没这么说过 就他讲的是个毛骨菇的说法 并没有准确的这个数据支持 就是说根据几号到几号数据 如何判断 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猜的 所以就以国家卫健委 现在公布的数据来计算的话 我们大体上知道 这个疫情还在超万数分 两天之内可能就达到了 那么接下来 就可能突破万以后再往上走 所以现在来谈 今天这个小平你问的 这个主题是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 那么我想呢 这个要分析这个影响 首先要分析一下产业 因为不同产业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这次瘟疫主要是在 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里 扩散和蔓延的 那么农村的自然环境呢 不利于病毒的扩散 因为农村这个空气比较新鲜 然后呢 这个植物当中也有一些植物 是病毒不喜欢的 所以相对而言 这个病毒的农村扩散呢 这个人口因为农村人口住的比较分散 所以人与人的这种密切的接触 聚群的接触呢 没那么多 所以农村受影响比较小 也就是说农业受影响比较小 好消息是这个 但是坏消息就是农业占经济的比重也小 就农业受影响也好 不受影响也好 这个对整个的经济影响不大 那么对经济影响大的是两个行业 一个是制造业 一个是服务业 这都集中在城市里 目前呢 很多地方的这个 这个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 已经被迫停止了 因为这两类活动呢 都有共同特点 它需要人的聚集和参与 而聚集就 人的聚集就会导致传染机会增加 所以紧急状态下 这个制造业和服务业都不能活动 因此你现在去看中国各地 这个 这个像飞机啊 这个高铁 比方我看到 最近北京的消息是 北京开往香港的高铁 已经停运了 不开了 那么很多地方高铁 现在乘客也非常少 乘客自觉的不敢坐 飞机也是一样 你没有非常紧急的事 一般不做 不出门了 那么娱乐场所基本关门了 餐馆呢 大一点的餐馆也都关门了 所以这个各个城市原来要预定要举行的 这么各种需要集会 有多人参加的活动 现在就基本停掉了 那么同时 上班这件事本身是个人的聚集 你没有一个人到一个办公室 一天到头他不接触一个人的工作 这样很少 就算你在办公室里不出去 你和隔壁办公室还有人呢 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得聚 所以现在上班是不行的 上学也不行 因为上学就是一个班的学生住在坐在一个屋子里头 那本身就是可能就是感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这个社会活动停止了 经济活动也就停止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经济受多大影响 三方面的人参与者是最关心的 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企业的经营者 也就是俗称老板 再一个就是职工 这三方面人都关心 但是这三方面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叫做马杆打狼两头怕 都怕 也都想 政府怕什么呢 怕经济滑坡 所以想要恢复经济活动 但是呢 他又怕瘟疫进一步扩大 所以他又不敢恢复经济活动 企业的老板 经营者是既怕丢了订单 断了资金链 因为他丢了订单 企业就没钱了 没有钱了 他欠的钱就还不了了 那就可能破产 这经营者怕的 但同时他又怕 他万一要是恢复生产 把工人招回来上班了 导致这个企业内出现了瘟疫 在企业扩散了 那这责任就变成他的了 他就不得不承担 由此引起的很多的防疫的代价和赔偿 所以对老板来讲 那也是个大风险 开场开工是好 有风险是 官场也有风险 官场是厂子要倒 就停产了 公司要倒 开场是搞不好 一有人传染了 这传染的事本身会让公司倒 在于职工是既想上班又怕上班 他想上班是怕饭碗丢了 因为你不上班日子就过不下去 没有工资了 毕竟都不是都是公务员 这公务员可能照常发工资 那企业的职工 你一个月不上班 你到哪领工资去 那动时他也害怕上班以后 那把命赔进去怎么办呢 所以政府各级政府在内 还有企业的经营者再加上职工 全都是这个马卡尔打狼两头怕 那么怎么样才能恢复经济活动呢 其实关键的关键就是取决于官方 为什么 就是你官方如果不在疫情方面 继续的隐瞒或者误导 那么这样的话呢 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就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比方说一个企业经营者 他就能根据哪个城市出现过疫情 哪个城市没出现过疫情 来判断说我的职工里哪些人 复工的时候应该请他们回来 哪些人请他暂时别来 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但你如果政府的提供的信息有隐瞒 哪个城市有案例但政府没报 那就把这企业经营者给坑了 同样的就是 你如果不挥政府放松了交通管制 你又不提供这个各地疫情的动态的详细信息 那么这样的话 在各个地方的企业 就可能出现新的疫情 就是因为交通管制已松 如果疫情并没消除 那么这个做火车也好 做其他大巴也好 这些工人的流动 又可能造成新的疫情扩散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实际上 恢复经济活动这件事已经不像萨斯的时候那么容易了 下这个决心是很难的 它也意味着这个恢复经济活动 要等相当时间 要反复的衡量 同时这个紧急管制状态 会延迟相当时间 我已经看到这个 苏州已经将数百万人民那个回来上班的时间 推迟了一周 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 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它是临时性的一个措施呢 我就发现现在 好像这场疫情年次这个这个病疫 这个病毒从哪来的 现在都还没搞清楚 所以说啊 我觉得 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 你去分析它的这个 政府决策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经济活动 是不是还有一点早 就是完全处于一周 走一步看一步的阶段 当然是走一步看 什么时候都是走一看步 都没有办法根据数学模型预测来做 做个真正的决定 完全要看疫情的现实的数字 最新的数字 那么我们现在分析 这个它对中国经济影响 还有就是紧急状态什么时候停止 这只能是一种大致的估计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紧急状态下 这个社会经济活动是 借着春节假期呢 全部停止 就是事实上没宣布紧急状态 是因为有个春节在里头 但春节之后 不上学不上班 不开工 那么这就属于紧急状态 这就是应该说瘫痪吗 还是瘫痪 现在已经瘫痪 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紧急状态下的瘫痪 和这个正常春节期间的情况完全不同啊 春节期间工厂是关门了 可是服务业不关门 火车不停开啊 对 大巴到处跑啊 人到处流动啊 所以当时是服务 就是每年春节是服务业最热络的时候 旅馆啊旅游啊餐饮啊 交通啊各行各业都在赚钱 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几乎服务业的各个行业全停了 所以刚才你们提到说 有听众问房地产 这会儿你敢去看房子吗 那个房地产公司的人 不管房价怎么样掉还是不掉 那个小姐也未见得敢陪着你看 因为你就可能是独王啊 你自己不知道 这房地产交易应该完全停止了 对现在房地产公司的交易 恐怕也差不多了 股市现在恐怕呀 这个像上海和深圳的股市 你恐怕只有网上交易 没有这个上海啊 以下令企业不早于2月10号复工 这个复生交易所顺势研制 2月3号交易 这是我看到的情况 然后呢你刚才谈到这个 飞机啊这些旅游业的情况啊 我看到的数字 旅游业2018年 相关厂子占国占GDP的比重为4.5 从业人数2800万人 经济增长的11%来自于旅游业 那么这个等于是2800万人 现在基本上都是在那儿休息的 对旅游业整个行业 现在等于停摆了 所以现在呢这个制造业是没有了 停下来了 服务业也没有了 也停下来都爬窝了 所以各行各业其实基本都爬窝了 这1月25号全国旅行团队全部暂停 北京从1月27号起暂停 包括出境游在内的所有旅游团队业务和机票 加酒店情况 然后呢 我们也知道美国有一些这个航空公司 已经把这个航班取消 美国在考虑这个限制这个中国的这个旅行 所以说旅游业基本上可以说完全停摆 我今天刚看到的消息是英国政府已经下令了 英国航空公司飞中国的航班全部停飞 就是说中国人现在想出去旅游也不容易了 我还看到北京市宣布呢 不再停办出国护照 你手头没有护照 现在想去办出国旅游也办不成了 那么按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就以武汉1月23号封城为算是 经济冲击的一个起始点来看的话 那么看起来到2月23号差不多一个月 经济活动恐怕不会完全正常 你算到2月23号 就起码是到2月23号不会正常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这还讲是假设是最理想的状况 在最理想的状况下 按照现在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这个增长率还以每天30% 40% 50% 前两天60% 按这个速度还在增长的时候 你奢谈说是疫情已经停止增加了 没有新的确诊病例 这个就完全没有可信度 所以你只能假定说疫情还在不断增加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今天到2月中旬就算是最理想最乐观的状态 到2月中旬突然的案情增加 就新的确诊人数不出现了 中止了 那是最最理想的情况 假如是这种情况 那么2月中旬假如不出现新的病例了 那个时候也还要等一到两周的观察期 看看会不会又出压额子 那么这样的话 最乐观的情况 2月中旬停止出现新的确诊案例 观察一到两个星期 那么到2月底这个紧急状况才能解除 而如果根据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你可以大概估计一下 就是说1月的下旬23号以后 到2月底差不多一个月 也就是说 这一个月左右 全中国是经济社会活动 基本怕窝 那么等相当于呢 你做个简单的算术 就相当于2020年中国只有11个月 有一个月整个不活动 那么一年12个月 只有11月有经济社会活动 那么GDP缩水大概是8% 那么再考虑到说 各个省市受瘟疫影响的程度不同 有的省市轻一些 没那么严重 那么打个折扣 因为那些瘟疫不严重的省市自治区的 经济活动的中断没那么广泛 所以我把这个8%呀 就一年少一个月 这个8%打个7折 那么也还有6%左右 也就是说GDP少了6% 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是可能是最 这个最乐观的估计 只少6% 那么如果说到2月中旬 疫情没解除 还在继续出现新的确诊病例 那么搞不好就要3月底才能解除 如果是3月底的话 那经济损失的总体损失就可能是10%以上 那么2020年就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了 就不光是说瘟疫糟糕 而且是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也糟糕 因为还有很多在家里被自我隔离的人这段期间内都憋坏了 有人说我家里还有一点米 我就先熬着 你熬上一两个月那米也没了 人也不能老在家里待着 菜也没了 我看到有人拍了这个北京超市的物价 一颗大白菜已经卖到60几块钱了 这就物价上涨到已经相当贵的程度 很多人也受不了了 那么这次经济情况和萨尔斯当时出现的情况还不一样 萨尔斯当时是发生以后 中国是当时正好刚刚加入WTO没多久 只有一两年 所以整个经济随着外资的踊跃进入 增长的潜力非常大 所以很快就经济起飞了 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几 那么那个时候 这个萨尔斯之后 由于外企的拉动物 由于出口的增加 所以弥补了萨尔斯带来的经济损失 那么这一回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 因为呢就是现在 这个已经不存在 在当年中国加入WTO那时候的那个初始效应 那效应根本不存在了 现在是中美经贸谈判 这个中国的出口 本来外企就在因为中美经贸谈判 开始从中国转移订单 转移生产链 那么再加上了瘟疫造成工厂关门 很多外企就不得不把订单转移了 被强制性转移 因为它现在就算是中国的工厂说 我还有存货发给美国 你要不要 那美国公司说我敢要吗 你说你那服装 还有玩具 谁能保证上面的病毒 还是死的还是活的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那公司也不想扛这个 背这个雷呀 我宁肯不要你这个货 我到别的国家买去 所以这样的话 很多订单本来已经有的 搞不好因为这场瘟疫吹了 所以中国现在 不是说出口还能恢复经济增长 出口是在进一步的压缩 未来可能的经济增长 那么同时现在也不再有机会 说通过房地产泡沫来拉动经济 这一次之后 恐怕房地产泡沫 相当一段时间里 这个房价是很难再往上涨 因为这次紧急状态之后 很多人心有余悸 很多人的家庭计划 都会做相应的调整 不见得还有很多乐观的人说 我赶快卖房啊 那本来很多人都已经 这个背的这个债务负担 就是已经有房的很多人 已经背得很重 那么很多公司还要倒 你要是关上两个月不开张 这公司倒的数量就很大 所以有人说现在除了瘟疫以外 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一倒 中国这个百分之七八十的就业 就跟着倒 所以很多人会关心说 我现在买什么房啊 明天早上我们的老板还在不在都不一定了 所以房市恐怕只有下不会上 当然了 你要讲到官方的GDP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的GDP 向来会有夸张的成分 所以你也甭指望那数字是真的 但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刚才讲的是用常识来估计 有一个月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停下来 那GDP你要告诉我说 它一点没受影响 那也就是你爱信才信 那个刚才我开场的时候 我已经介绍就是说 SARS那个病啊 对这个经济的影响啊 就是一个季度的算下来的话 掉了2% 那是SARS 但是陈小龙现在刚才已经讲过 就是说啊 这个目前的疫情跟SARS是不一样的啊 他的这个从武汉扩散到了 这个全中国这样一个范围 那么呢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如果这个病啊 从1月31号开始延续到2月底 不是1月31号 是严格意义上讲 12月31号就开始了 这个我想我刚才讲的是说以武汉封城为标志 因为封城造成全国的所有城市开始相继的采取控制经济活动的停止经济活动的措施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实际上经济瘫痪是从武汉封城开始 1月23号开始 对我们就按这个来估计 那么如果是整个经济活动停止一个月 那么你说GDP要减6% 如果两个月 8% 如果减2个月 那就是10%还是11%啊 10%以上 我刚才讲的是这个8%呢 是就是个机械的算法 你还得打一些折扣 有些省市呢 不一定这个 它的那个经济活动完全停顿 因为它可能当地比方一个省 有的地级市 整个地级市范围内没有发生病案 那么它那儿就不一定完全停顿 所以打了7折 OK 8%打了7折 大概就1%到6 对 所以5%到6%的损失 这点是毫无疑问 那如果这样来算的话呢 等于是2020年的中国经济是乌漏 偏遭连夜雨 是吧 我们原来都注意到就是说 2019年已经是中国30年来经济增长的最低点 那么这个2020年呢 国际背景还没有2019年19那么好 那么再加上这个疫情 那么2020年能不能保住6点了 6.0还是6.1啊 2019年 那个应该是完全保不住了 保不住了 就是到时候是负的还是正的 那就看国家统计局怎么算 我说这个算的意思是 它可能不管你实际情况怎么样 它愣给算一个东西出来 就是不可能是真实的数字 这就我讲的现在这个GDP的官方数据 常常不靠谱 这个小龙先生呢 刚才等于是给中国的经济和这场 疫情的关系算了一笔账 但是呢 同样的问题 我想呢 别的人也在关注 那么我现在把另外一种观点说出来 就是说这个 他们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危机啊 是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一个良机 有这样一说法 复旦经济学院的一个副院长 表达了乐观的看法 他说 如果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反而会提升个人的消费意愿 国家在医疗卫生上的公共投资力度会加大 未来提升经济活力和改革和市场的跟进速度会提高 全力来看 它的负面影响不一定如现在我们预期的那么严峻 这是集中一个 另外有一个呢 苏宁金融研究院 有一位研究员指出呢 每一次大规模的疫情呢 对于商业社会都是风险和机遇并存的 现在来看呢 病毒把人们从工厂和赶制社区 社区成为集中的销售出点 商业价值便水涨船高 所以说这些人从这个危机里头看到了机会 那么这是个东西 但是说是不是他不像陈小龙先生说的 你说的是一条这个往下跌 那他们还遇到还有个起伏 还有新的侦然点 是这样吗 这套把戏很熟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破窗理论 那是一套邪说 什么叫邪说呢 就是破窗理论不是第一回出现 这帮家伙 这个为了这个当吹鼓手啊 不断的用这个东西 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1998年 长江洪水 洪水以后有人有经济学界的 国内的人就提出来 用这个破窗理论 什么叫破窗理论 就是说你的房子住得好好的 你把玻璃窗前打碎了 打碎以后你不是得买玻璃吗 说可以拉脱经济 所以呢你越破坏它越有需求 这个说法是纯属胡扯 原因是你破坏的是什么 是这个社会的既定的财富 亦有积累的财富 你把既有的财富销毁一部分 然后你再重新去工作 再挣回那一部分来 那总的财富能增加吗 这是很简单的尝试 举个例子 你们家现在有一笔零房存款 你把其中的50%拿出来 扔合理不应 取成现金 提出来倒合理不要了 然后说我们家需求因此增加了 我们缺钱了 我们赶快去挣去 你从你个人角度来讲的话 你那是财富增加经济活跃吗 你那叫糟蹋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你把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之后 你当然了 你可以说什么机会 这个话所谓挑战和机遇并存 这已经成套路话了 就是21年2360天24小时 你每一秒钟讲这个话都不错 都是废话 没有任何信息量 那就和你说明天早上太阳会出来一样 实际上这个北京领导层啊 也有这种破窗理论 你看这个温家宝不是说是多烂新帮吗 这实际上也是这个角色圈的 角色圈的这个破窗理论啊 这个化为危机啊 这也是这个一般意义上的这个破窗理论 那么刚才你说经济学也有这个东西 说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谁要说这个破窗理论管用 你先把你们家车砸了 砸完以后 你说我们家去要重新买车 创造需求 你砸去吧 要买个更好的车 那问题是你的车 原来现有的车如果没出毛病呢 你把它硬破坏了 因为有人 你如果是车 旧车你卖了 他好歹是比财富啊 你把弄砸了 砸到他卖不成了 谁的鬼都不要的 把砸的稀烂弄到 那个破车场 烂车场里去让那机器给压 把它压坏了 压坏以后你说 行了 我们现在破窗了 然后咱们重新开始挣车钱 我建议像那位 那几位做这样破窗研究的家伙 先砸他们家车去 再会把玻璃窗砸了 把房子家具也砸了 我看看他们家是不是财富就增加了 嗯 嗯 感谢观看